同学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在该种河流作用 也就是抢水作用之后 ABC三个河段分别要以 河种地理名词来称呼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这张图 陈友兰C是低位河 那这个什么老农C是高位河 C这边的这条河流 会开始怎样向源侵蚀 向源侵蚀就可能会这样 慢慢慢慢过来 然后把这边的水给抢过去 抢过去之后呢 A这个地方本来往右边流 就往上面流过去了 所以A这里会发生什么 本来这样子流 变成这样子流 A转向了 B水被抢走 他就断头了 C他抢人家的东西 所以他叫抢水河 那么整个名词来讲一次 A改向 B断头 C抢水 他的过程就会像老师像画这样子 让你懂了吗